一片 两片 三片 四片 五片,假如这样 我是往那边弯的 但是我也可以呢 这一个 一片 两片 三片 四片 五片 或者呢,我画一个 一片 两片 三片 三片 也可以两片 一片 第二片粗一点 你看,第一片细一点 第二片粗 不一定每一片都一样粗 一样粗就不是美艺术了 要乱 那现在的艺术啊 已经有时候走到那个 一种莫名其妙的那个地 我有一次到那个 北美館 北美館照片展 这个东西 台北美食馆 在原山那里 我有一次进去 哦,两个很大的照片 两个楼梯的女孩子躺在地上 全楼 两张那么大的照片 然后那个入门的地方 那个照片的缩小板 真诵 一堆 哦哦哦哦 那这个什么艺术 他们觉得 来 两片的也有了 那 来个 五片的 五片的 一 二 三 四 五 然后呢 这边 把它 拉过去 那 这个 粗枝 不是只有一枝 可以有好多枝 像这个粗枝 我还可以 从这里出枝 也可以 从这里出枝 这里再画 这里再画 好像很热闹了 对不对 可以 可以随性 啊 大家今天回去 就自己 想象 就画一张 自己想象画一张 你想什么画 都没有关系 你的创意 把它换进去 把它换进去 这个 这个就是学 学画画 学画画 不是说 哎 老师的画稿哪来 临摹临摹 那个不好 啊 老师的画稿 只是告诉你们说 画的时候 要怎么画 啊 不是临摹到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也不会跟我的画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要用自己的想法来画 我画五根竹竿 你也可以画个 一两根粗的 两三根细的 然后粗枝 然后画一个 都可以 或者 你干脆 画个什么 竹林七弦 七根 七根的话就是 四根 三根嘛 有竹林七弦 有七个很好的朋友 他们喜欢在竹林里面 谈天说地 评论 国事 竹林七弦 你就画七根 你写个竹林七弦 谈一样 对不对 不错 这个再出枝 你就可以再 再加叶子 这边也一样 这边也一样 那这个一幅画也就出来了 一般我们画 一般我们画 里巴的时候 往往再 用咖啡色加一点墨 画里巴 画好之后 在那个咖啡色的那个里巴 每一根里巴的外围呢 我们再用那个墨 把它框一下 框一下呢 它就不会那么松散 而且你 框的时候呢 你不是公笔画 你不需要那么整齐 是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 随性的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那个里巴 就会 就会明显出来 出来 框一框 这个里巴就更明显 更突出 对不对 就这样子 好 这样 开始 那个绑的那个位置 要怎么画 绑的是不画交叉吗 这样子 这样子 我用这个 我用这个 这个给你画好了 好好好 这个比较空 好来 好 这个地方 我画泥巴 看它 嚼这样子 嚼这样子 然后呢 那么你要画的那个绳子 绳子这样子 一 二 圆形的 这里 一 二 然后这边 再来个一 二 那个就是 绳子绑起来 这边也一样 一 二 一 二 嗯 嗯 嗯 等于四笔了哈 那你要五笔也可以 那 那为什么这个这样子 因为绳子破了 那不要绑绳子也可以 不要画绳子也可以 不要画绳子也可以 不要画绳子 哦 你用铁钉嘛 要点啊 点一点 点一点 墨 是不是铁钉那个钉头 也可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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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